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在实际上 这三个阶段有时候很难说的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爱情开始了没 然后就结束了 我说没有开始绝对不会有结束 你不要自己骗自己 没有开始绝对没有结束 没有谈过恋爱绝对没有失恋 这是语意学上的问题 那你说我失恋了 你根本就没人跟你谈恋爱 你失什么恋 你只是失掉你的自恋而已OK 你自己觉得自己谈恋爱 别人更没跟你谈恋爱 所以我们不只要在概念上搞清楚 我们特别需要同学不要自欺欺人 不要给自己一些名词 那名词引导了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像我上一堂课举的例子 那个人说他可能要谈恋爱 然后这表示可以表现他的信心 但是也表现他的不确定 所以这个各位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或表达这样你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 如果你细细的把自己讲的话录下来 你会发现自己的想法 其实有一部分是 是你没有掌握到 你自己想法 你没有掌握到啊 我有太多的经验 以前在这个研究室 有学生来找我聊天 谈问题 常常我都来这一套 同学讲完了 我说同学等一下 倒带 我就来这一套这样 有时候有点喜剧效果 有时候没有这样看情况 我说同学你刚刚讲什么 我再讲大声一点 我说同学你自己听到没 你讲的话你听到没 特别是有人跟我特别都是报道 都来跟我谈这失恋的故事 然后通常会讲到老师 他礼拜三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他不喜欢我 我说再讲一遍 他不喜欢我 我说再讲一遍 他不喜欢我 我说你听到了没 因为我这两个 我跟他两个人啊 所以我就非常dramatic啊 对不对 他说老师为什么他不喜欢我 就开始哭啊 这时候都有哭你知道吗 老师一时要演那么多 也不太容易这样 所以就略过 你就自己有一个picture这样 我说我怎么知道 你为什么不问他呢 你为什么不问他呢 他要跟你分手 你可以合法的问他为什么啊 他欠你一个解释啊 那你不问就给他调掉了嘛 他问你问了他 还可能撒谎呢 对不对 可是你不问就逃掉了啊 这没他的责任啊 那他在facebook上写单身 然后你就被facebook分手 这最难堪的是这个 你朋友全部人都知道 这你最后知道 他说他单身了喔 对啊 然后不是说有一个网 有一种apps 某个人你喜欢了他分手以后 他会寄通知跟你说他分手了 你这样 你好像可以去抢什么东西一样 这是干嘛 抢排队吗 抢号码牌吗 我第一次听到这新闻的时候 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啊 竟然有这种 已经竞争到激烈到这种地步了吗 他分手请第一个通知我这样 听说那apps在刚推出的时候 卖得非常非常的好这样 我觉得记者需要吧 娱乐记者非常需要这个 其他人需要这个干什么呢 真的 我不知道哪一天你们会发明一个apps 孙老师笑话apps 如果你定了这个apps 那第一个笑话 他讲的新笑话 你一定会第一个知道 我现在笑话越讲越少 对不对 对不起大家 好 那爱情的过程我们想开始 爱情一定会有一个开始 很多开始是回溯的时候才发现开始 那你们俩什么时候开始认识 也不知道啊 我跟他认识好久了 那有的人会很清楚的记得 那是哪一年哪一月的哪一天 我因为常常问我的朋友这种事情 我就会碰到很尴尬的场合 下课前我就讲这个尴尬的场合 不过人家现在还美满的婚姻 虽然尴尬 你不要有时候夫妻的尴尬就是调味料 你知道吗 可以拿来消遣用的 那绝对不会影响婚姻的 就是健康的关系 一定有那互相求对方的部分 我就问说 那你们俩怎么认识 先生说 哈 还不就是因为我在篮球场 我大一的参加大一新生杯篮球赛 我们那年得了冠军先讲一些屁话这样 那年得冠军这是我问你的问题吗 然后就讲一堆 然后呢 就是带到 那年最后的三分球是我得到的 我们就以多少分比多少分 然后赢了这样 然后他太太已经非常不耐 我也非常不耐 大家都非常不耐 这样 没讲到重点嘛 对不对 结果他说 就在那个时候 我就发现场边有一个眼神 一直盯着我看 就是谁谁谁这样 那时候他们已经结婚了 还没生小孩就是 然后我跟我太太就说是这样的故事吗 然后乱讲 每次都这么说 而且前面都说很长 她说我念大学四年 太太说 我念大学四年 从来没去过篮球场 更不要说我有去替谁加油 什么眼神在那 她根本就看错人了 所以我们说 所以她追错人了 这我跟我太太结论 对不对 一个人宣称她没去篮球场 一个人宣称篮球场有两只眼睛 一直盯着她看 这结论不是我跟我太太得出结论 是什么结论 你告诉我 如果假定他们的记忆全部正确 对不对 那没去篮球场 一定没在篮球场 那有人盯着她看 那一定不是她 一定是另外的人 那她现在跟她结婚 那就是取错人 结果我就跟我太太狡猫他们 因为他们关系很好 我觉得你们俩要取错人 嫁错人了这样 那我说好她取错人 你为什么要嫁她呢 对不对 男的认为你是那个 那你为什么要嫁她呢 接下来的话就感动到不行了 对不对 因为她人不错 所以就算看错了也可以 同学懂吗 所以有人看错了 没关系继续跟她来往 对我就是喜欢篮球啊 你不知道吗 她喜欢什么你就糊弄她 这当然是开玩笑 你应该知道 好这堂课先上到这里 好那爱情呢 我就根据讲义来说好了 开始要怎么界定 有的时候是当事人界定 有些是我们做研究的人要界定 怎么样算是一个爱情的开始 那开始通常事后或当下有些人会看到征兆 如果一群人很熟的人去吃饭 谁跟谁有特别的关系 有些人很敏感 马上就察觉了 眼神不一样 我最近听到一个故事 就一群年轻人他们去吃饭 然后呢常常去吃饭 大家都是朋友 男男女女都有 后来呢那两个那一对人没说 全部人都查就出来 他们两个是一对情侣 一定在私下有见面 说为什么呢 我说你怎么查出来 他说你看他们两个做都选在一块 然后那男的会特别关心那个女的 然后那个要分手 还会说 你等一下坐什么公车回家 故意这样讲 他都不问我坐什么公车回家 你知道吗 就说如果一视同仁 就应该每个人都问 那他只问每 某一个人特别关心某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漏了线啦 那当然那是被祝福的啦 至少没有什么 两个女的夺一个男的什么之类 这种很难堪的故事没有 所以我最近听到的故事就这样 他就觉得你看他们两个的行为举止 虽然表面没有承认 可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个是一对 那后来就有人撑下来就说 哎呀你们两个是一对 就干脆承认了吧 哪有哪有哪有就是有 在哪里而已 懂吗 记住这语义学的微妙的地方 你就指出哪里 你在帮他指出哪里 你说啊譬如等公车什么什么 他说啊原来这样好吧 那我们承认吧 懂吗 这是警方判案就是这样 你杀了人你快说哪有 这是什么证据什么证据 他就承认了 好所以你如果要玩你的朋友 或者你要玩你自己 你就知道有些cue 就是征兆 很容易让有经验的人看出来 谈恋爱的人特别 特别在某个地方很敏感 顺乱年快到了 你如果要打围巾 这个人就是有问题的人 这有问题不是不好的意思 各位不要误会 男生要打围巾 这就不知道什么问题 就我就要再研究一下 好当下察觉的有 当下你就觉得第一眼看到他 你就觉得哇这个女的或这个男的 真的是想作为终身的伴侣 有的人会一见钟情就是这样讲 有人觉得哎呀素氏素氏的姻缘 终于在意这一点中 我确定的就是他 不过各位千万不要太相信这样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不是百分之百一定都是 我听过太多那种当时被认为是金童玉女的一对 在婚后不久或者婚后不管多久 就离婚的大有人在 他说哎呀金童玉女都离婚了 这事实上还可以相信了吗 有啊就是不金童玉女的离婚 不离婚可能更容易更更感情可能更坚固一点 因为大家都看不到他们的外表 那他们比较容易注意到更重要的东西 你只看到外表你就不会看到更重要的东西 照外贸协会的这些这样的人的说法 那电影明星或者演艺人员相貌较好之人是婚姻最稳固的 你看看我们的演艺人员 看看世界上的演艺人员 这些相貌有多较好 结果呢 你只要用这个你就知道 外贸协会是不足以去批评他 真的不必讲 你这没眼睛而已 没眼睛人都看到了 更何况你这有眼睛的还不故意不看 你不是自欺欺人吗 所以有同学说老师我是外贸协会我没办法 那你就不要上我的课啊 我对你也没办法 一个对自己没办法的人 我是对他没办法的 孔子讲过类似的话 另外事后建构就是 像我刚刚讲那个打篮球那个事情 在篮球场碰到那种事情 事后建构 那事后建构就很多了 那有些是希望达到共识 所以建构一个共同版本 那有些根本就不是 有些是自己的自我感觉良好 那失恋的人有时候呢 或者表白失败的人 这应该严格来讲不叫失恋 表白失败的人常常会事后建构 他怎么会不接受我呢 他不接受我 那以前他对我好那又是什么 那就是他对你好啊 人不能对你好吗 我以为他对我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谁跟你说的 不是你自己自嗨吗 他有跟你说吗 没有 对不对 他跟你说的你就今天不会这样 自己的感觉跟想望 以前我做过一个 叫学员做一个作业 就让你幻想 如果你没有开始过爱情关系 那你觉得你的爱情要怎么开始 我年轻的时候想过 我还写了一篇短的小说这样 寄到那个杂志社结果被退稿这样 大概这种故事太多人写 然后我讲出来以后有一个学生说 老师 你跟我年轻的时候想的一模一样这样 然后我们两家好高兴 你知道两个笨男生 我是那笨男生的未来 我看到我的过去这样 他看到 我假如是他的未来 他应该还算不错的 那故事怎么开始呢 因为我小时候呢 年轻的时候 我们男女 严男女之房啊 高中生根本就是和尚学校 不能跟女生写信 不能干什么 你写信要公布 然后要记答过的 我是那种时代你知道吗 所以呢 可是呢 面对考试啊 面对茫茫前途啊 觉得人生不知道 所为何来啊 那希望能够交一个朋友 知心的朋友 也没网路也没什么 完全不能跟人家聊天 所以我就构想出一个情节 就我去逛书店 因为我很喜欢书店 我去逛书店呢 就看上一本书 然后我要去拿那本书的时候 碰到另外一个手指头 就这样 非常愚蠢的 但是可以表达我当时的想法 从来没发生这个事情 我现在坐公车 只要我坐下来 我旁边一定不会有人 不知道是臭老头 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那有时候呢 明明就一个男生坐的旁边有空位 一个女生旁边有空位 我们这种臭老头 去坐那个男生的位置 那男生就非常不爽 我就会坐到他的衣服 然后就拉拉衣服 衣服说 你为什么不去坐那女生那边 这样 对方确认 你总要对方确认一下 你说我跟他当初怎么认识 对方万一不确认呢 这你认错人了吗 那不是我 这不是很尴尬吗 将来是多年后的有一天 你就忽然间在路上看到一个人 你说 你是不是修过爱情社会学啊 那时候我们不是做一个作业吗 我对你印象深刻这样 对方说你认错人 这样 不是很尴尬吗 对不对 别人起哄啊 去啦去啦 跟你讲他喜欢你啦 我就被起哄过啊 起哄到我有点难堪 现在想一想 怎么呢 我大学的重要目的 我念大学的重要目的 就是教训的最后那句话 爱人 我不是要念好书的 念书干什么的 没意义嘛 那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前途在哪里啊 然后其实说一句不怕各位笑的话 我只要念书无往不利啊 我考试传媒没有考不过的事 考最差的考试是考驾照 考了三次才考上 其他考试只要我一考 唉 就不要再说了 好汉不提当年有 重点不是要提这个 可是呢我要谈感情 我就诸多不顺 我就觉得我被诅咒了 我找不到原因 我就觉得我被诅咒了 那被诅咒 所以我就觉得 唉我大概很难拖出这个魔咒 可是一方面又不相信 好啦 所以我就遭遇到很多挫折啊 包括陷入三角恋爱啊 其实人家原来喜欢的本来就不是我啊 本来那故事很烂这样啊 弄得自己很尴尬啊 然后呢还包括了 抛弃了一个女孩子这样啊 我还能抛弃人真的是老天没眼啊 我希望 我希望那女孩子不要怪我这样啊 那是她的幸福她应该知道 事后了啊 好 然后呢就有一阵子 我就属于空窗期这样啊 我在大学有七次恋爱事件 时间长短不一啊 各位不要以为这很多 不要用数量来衡量这事情 要从品质来衡量 都没有什么品质 好吧 我先跟你告 先跟各位诚实的说 结果呢有一年啊 我刚好大三吧 对大三 然后有了学弟 有了学弟 还有一个学妹啊 然后呢学弟呢 对我非常敬重有加 因为我常请他们吃饭 这是让人敬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的学弟呢很好 就是说哎呀学长啊 你那么好的人啊没有女朋友 真的没有天理啊 学长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 我就说根据当时的标准 长头发弹钢琴 会弹钢琴 喜欢音乐 这样就行了 无声足矣啊 他为什么学长 我说你想想看 我将来跟他在一起之后 学长叫学长讲话的样子 各位你知道吗 这种很臭屁 其实不怎么样的 学长有一天你看就在家里 然后晚上灯一关 然后那月光洒进来 他就穿着薄纱弹着钢琴 这多美啊 薄纱对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一个广告是那样 反正我想年轻人蠢啊 懂吗 现在想想自己都觉得汉颜啊 真的汉颜 这万一有那个 这样的故事的主角 自己对号入座 请原谅我年轻时候的汉颜 非常汉颜 好吧 那后来事后想想 什么月光下弹钢琴的女鬼吗 还薄纱 对不对 这块想想好险没有发生这事情 这是幻想 结果呢我学弟就这样 就听得这样如痴如醉啊 觉得啊学长你的理想真好 你讲的条件 我们班有一个 我们帮你介绍 然后我说不必 这事情学长出面就好 他说你去约他 你约他一定有 啊这女人那么容易吗 我就说好吧 就去约他 怎么约呢 我就他们上课的教室 我就 我学弟就把他叫出去 然后我说学妹 那个我可不可以跟你 我有事要跟你讲一下 可不可以 哪一天我们一起吃个中饭 这样 学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 就说好啊 我想 哇靠真容易啊 我这辈子没那么容易的事情啊 有的时候啊 开始容易后面就难了 我就很紧张啊 不知道该干嘛 对不对 后来我学弟说 学长我们就约在学校的餐厅 这样他也不会起疑 你也不会怎么样 大家都很累 我们就约在学校餐厅 然后呢 那个餐厅呢很少人去 因为太贵了 也不好吃 所以呢 只有呢 我的两个学弟 跟我的学妹 有没有学妹在场 我两个学弟 跟那个他的对方的朋友 坐在那餐厅的其他角落 保护我们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我跟他坐在那里 对懂吗 譬如说我跟他坐这儿 然后那边坐人 这边坐人这边 像保镖或者像什么你知道吗 那全部餐厅只有我们那几个人 怎么聊啊 都聊不起来 聊天聊不起来 你就像露营生火生不起来 你知道吗 又急又那个 那怎么办 怎么会聊不起来呢 然后一个钟头就过去了 那学长没事的话 我要回家了 我当打车水棍上啊 那我送你到车站啊 学长不必 我知道路 学长可以送你啊 学长不必 你留步 学长可以送你啊 学长不必 你留步 就没气了你知道吗 一二 然后学弟就说 学长再追啊 对不对 你这个 我们那个时代有所谓的江湖规矩 很奇怪的东西 你到了那里 你就自然知道 不知道你忽然间脑中就 登江湖规矩你知道 像个视窗忽然间跑出来这样 好 江湖规矩说 一个女孩子在答应你要求 三次之前 他一定不会答应 第三次才是真的 前两次都是少女的矜持 我到现在还知道 后来听到少女的祈祷 我都会想到少女的矜持 你知道吗 那种伤痕很深啊 自己给的 好了 就再约 不出来 我就每天打电话 第一天呢 那个学弟 还站在那个后面 我们那个公共电话 没有手机啊 每个一块钱一个电话 学长学长时间到了 赶快打 我干嘛我抱十台啊 什么9点了 他一定在家 还没 然后什么 连续剧已经演完了 所以你不会干扰到他 这时候心情应该不错 学长你打电话 这里是他的电话 那时候我们都有通讯录 通讯录做的电话 通讯录当时泄露 非常多的私人资料 现在都比较好 那时候连生日什么都有 就打 打了以后呢 我的学妹永远说这句话 学长你不要再打来了 我不会给你出去的 我快发现是录音啊 我打了多久呢 我就学弟在后面 打了学长打这样 至少打三次嘛 打了三次以后 学弟也不见了 那我继续打 你知道像那个巴夫洛夫的狗被制约了 你知道吗 听到铃声就 流口水 像铃声就流口水 你知道吗 我打了一个月 準时在晚上九点钟 拨电话给他 学妹明天有空出来吗 学妹说 学长你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了 我不会给你出去 他说这样子 那我明天再打 谢谢 做那么无聊 是一切想想自己都觉得 哇无聊到毕这样 没有人告诉我啊 直到一个月后 有一天自己忽然间被雷打醒了干嘛 说我在干什么呢 我这个月 都给人家增加了困扰好不好说 自己也自己觉得自我感觉非常不良好 我 我在干什么呢 我 后来我就写了一封信 跟我的学妹道歉 我对不起啊 我最近都不在在做什么 我虽然我没有造成你生活进入困扰 我以后不会再打电话给你 我说非常非常对不起 我这个行为真的是 现在如果是那样 真的可以构成Stalker的这个标准 还好我学妹没有太能 我也没太能 我就打电话 然后他就对 然后明天再打 就这样 其实严格来说还可以 现在在姓明慧老师 会跟我开导一下 那我大概很早就可以解脱 后来是我自我开导 这事情 让我弄得我非常的尴尬 后来我有朋友跟我说 你喜欢谁啊 然后他们就去看 同班同学 尤其女同学 女同学对我的失恋特别有兴趣 想说这个人为什么老是失恋呢 我同学那个包含三十年 他还说 孙中心啊你以前谈恋爱 最后都是找我来诉苦啊 对不对 我说对啊你还看过我的这个 我追的女孩子啊这样 他一看他说孙中心那女孩子 你怎么会想要跟她在一起 我说什么意思我配不上她吗 她不是她跟你根本就不是同类的人 你看讲的多好就是我配不上她的意思 不要这样讲这样讲太上了 就不是同一类的人 You're not in the same league 你知道吗 Out of your league 有个电影也是这样这个片名 Out of your league 根本就不是跟你同类的人 你干嘛呢 听完就感觉好一点 感觉好一点 大学毕业以后一辈子没再见到学妹 觉得好丢脸这样 好丢脸这样 怎么会做出那么糗的事情 就没人教啊 就人家起哄啊 人家告诉你 就那两条件 他就告诉你说啊 他会喜欢你啊 你会喜欢他是可能的 而且谈过一次啊 谈了一个钟头 真的是完全没办法谈起来 话题点不然 什么去都结束 句点王吗 是这意思吗 所以这我就会特别写到别人的起哄 所以各位呢在这个过程里千万不要别人起哄 后来在那些年的电影里面 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别人起哄啊 别人起哄可以看出你的心理 看不出他的心理啊 那有时候会造成对方的难堪 我知道有一些比较更糟糕的故事 就在国中或者在国中或高中 男女同校的有些学校 有些男生就这样造成女生极大的困扰 然后有些女生就因此转校 因为他真的不喜欢你 然后呢你就这样子一群人就去骚扰他 每天下课就围着他说 哎你跟孙中兴来往吗 你跟谁来往吗 他是好人啊什么什么 你觉得OK人家觉得困扰 困扰到跟学校讲也不太对 所以我不知道现在国中生高中生怎么样 因为看起来有些人好像相对是比较自由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那那种在校园里面受欢迎的人不是很惨吗 上次我不是说过吗 有一个报导说那个电影明星在念中学的时候 国中或高中都收到很多爱慕者的信 每个人处理方式不一样 那个真的是一大困扰 如果我们不会我们学不会怎么样 怎么样去面对一个我们喜欢人家 人家不喜欢我们的人 这很糟糕 所以这开始呢不一定是爱情 只是你的个情意的表达 你的情意表达只要没有回 没有人回复你没有人给你同样回复 那个我们在最后会讲到 那就是那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单恋行为 跟恋爱开始没有任何关系 是你情愫开始 所以我说我的恋爱事件有七次 那是事件 有些只是我自己发动自己结束 跟别人没有任何关系 那开始的过程呢就是到底有没有一个模式 电车男那个电影在日本电影 也拍连续剧也有小说 那电影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会发现那个人错错 完全不知所措 不知所措就诉诸网友 网友就认为应该怎么样 那个就是表示有模式 所以各位就不能用自己觉得好的方式去谈恋爱 你都认为有一个江湖规矩 江湖的模式 今天该请他吃饭就要吃得非常好 非常怎么样 那有的人可能不喜欢 或者有人认为你同样的行为是碰碰的 我在大学毕业后当兵前 我有三个月的空窗期 非常痛苦台北市非常热 有冷气地方非常少 我白天没事呢 跑去师大听课 国中老师进修 有一个位置空的 我就跑去听课 不知道干什么 我的一个好处 就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 我就一直念书 因为总有一天有用 现在终于知道 总有一天有用 各位没什么事的时候 千万不要打电动那个 总有一天你打不动没用 念书会帮助你 我就在那边念书 晚上去学法文 所以我学到法文 学了一起三个月 学到动词变化表 一想 我靠 将来讲法文得带一本书 这太复杂 后来有人说 老师你想太多了 内观一过就风平浪静 我内观就没过 刚好也要去当兵 那时候就有一个学长也看我 说孙中兴 你真是我见过 大概少数大好人一个 怎么会没有女朋友 这太没天理了 我帮你介绍一个 就帮我介绍一个 我的苦难又开始 他介绍那个呢 其实有人没跟他讲清 那个人没跟他讲清 其实那时候 他已经跟另外一个人交往 那他没跟这个学长讲 学长不知道 学长比我早一批去当预官 学长就说了 我告诉你一个电话号码 你记得住就是你的福气 学长给我耍神秘啊 说好 就讲清电话 那时候有七个字 我马上当七言绝句备材 学长就当兵去了 我就开始打电话给那个女孩 那女孩那时候 刚从大学毕业在做事 我就约她见面 她答应了 我说是某某学长给我你的电话 我可不可以约你出来吃个晚餐 她说可以 那我们几点钟在哪里见面 当天见面 厉害吧 我坏才知道 她希望当天就把我解决掉 结果 结果我误会 我以为她真的很喜欢我 我跟你讲 这误会很大 当天见面 她这样对学长有个交代嘛 对不对 然后那天我就非常困扰 那时候呢 我就认识一些学姐 学姐人不错 也在做事跟我说 所以你只好先从 从你的衣服打扮上做一个改变 我怎么改变 她说你不要把格子跟线条 穿在衣服身上 我下半身穿格子 线条的裤子 上半身穿花衬衫 然后将上脸上满脸青春痘 各位可以知道吗 flower flower 到处都花得要死 完全显身不 然后她说你去买一件素色衬衫 买米色 我生平第一次知道有颜色叫米色 我以前只知道白色红色蓝色 大学毕业我不知道米色喔 后来到美国才学到英文 beige 是米色 米色这对我讲很有重要意义 我第一件不是格子跟线条的衬衫 就是米色的懂吗 各位男同学今天你上课万一没学到 今天你赚到 你看到孙老师的糗态这样 然后呢我的学姐给我出一个很烂的主意 她说你要让女生对你印象深刻 你当然要请她吃最好的餐厅 那时候有A餐B餐 就现在的C餐很高档的 同学那时候15块钱吃自助餐 中午 15块钱自助餐 你知道那餐厅多少钱吗 300块 20倍 300块 所以你现在大概合乎现在 你如果去吃大概2000多块的 对不对差不多嘛 你如果100块的一餐饭 约略算20倍就2000块嘛 对不对 就这样 A餐 你千万点A餐不要点B餐 那天我就请了那个 就跟那个女孩子约在哪里 我都还记得 每次经过那儿心还会痛一下 这样 那种A餐之痛 可以变成小说 A餐之痛 这名字不错 人家痛一下 常常会经过那地方啊 痛一下 痛一下 然后就去吃啊 吃的 弹得不错 觉得这女孩子不错 轻声细语的还是合唱团的 完全符合本人长头 头发没长 但是我想那时候删掉一个条件 既然没删掉音乐 删掉头发 然后讲话 参加合唱团这样 哇 弹得很好 就我一辈子没有第一次约会 就弹那么好的 我觉得性情满满 后来要付账钱 先去厕所看一下皮包 我 第一个我不知道A餐多少钱 直到那天要付账之前 所以各位同学 一定要先查好价钱 懂吗 不要说我没教你 老师这个雪凌凌的教训 然后女生也很客气 她说不要请我吃那么好 我们吃个路边摊就好 我想第二次以后 我们就路边摊 现在第一次 要让她造成你好的印象 什么之类的 就装得自己很 很sophisticated 你知道吗 见过世面 然后自己是老手 什么之类的这样 其实完全不是 后来就把所有钱掏出来 连零钱都掏出来 全部付账 然后最后还好有那月票 那个学生月票 坐车回家 我还送她回家 她让我送回家 我们走了一段很长的路 哇 美丽到美满到步行 真是感谢学长 平常就要对学长好 懂吗 在关键时刻 学长就会对你好这样 结果后来 当然就那三个月呢 常常约她都约不出来 然后刚开始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后来我一次去台中 我还买了太阳饼 就耍帅的在台中打电话给她说 我等一下会到台北 那我们约 譬如说九点钟在中山堂门口见面 我有礼物要送给你 啪 就把电话挂掉 哭吧 真是无知啊 那女孩子就心甘情愿地 在中山堂门口等我这样 没有我先到了 我就等她 她就来了 来了说我有事我要回家 来了就说她要回家 我说这是太阳饼送给你 那我送你回家 她说不必 完全 亚斯伯格道 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 也不care别人在想什么 我觉得我想什么比较重要 这是我的故事 开成玩笑 这不是你的故事 我完全不知道 如果真的要 这是两人的故事 自己自嗨啊 真的自己自嗨啊 然后最后我要去当兵了 她在最后 最后最后我这一生 跟她最后的联络 她从新公园打个电话给我 那天早上 她说今天你要去当兵啊 祝你一切顺利 这样子 这辈子我就再也没见过这个人 所以有没有模式呢 你如果问别人 别人一定告诉你 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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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控之外 还有别人告诉你 但是是你自己想做的吗 我不是当初希望在书店认识什么人吗 我为什么不能约在书店见面呢 看她喜欢哪一区的书啊 那这其实这是彼此认识更好的方法 不是吗 没有这样做 就听别人的 觉得有一个模式 这样子会看出自己 好像比较见过世面 你没见过世面 你就没见过世面啊 为什么要装出一个 不是你的样子去跟人家交往 到时候人家一交往 发现你不是那个样子 那不是更麻烦吗 这就是我所谓的诚实啊 你是什么样子 你就让他看出你是什么样子 如果他真心喜欢你的样子 你不是没什么负担吗 如果你不是那样子装出来的 那你应该第一次 第二次以后一定垮嘛 很不幸的哈 我到现在为止 还看到很多男生 在追女生的时候 都还是用这装的 不诚实的 然后觉得有个模式的 靠这个模式 或靠去街上 网路上或街上去买一本 什么把梅圣经 照着那步骤来 那有ISO认证吗 照着那步骤来 照着那步骤来 好像就能够把到一堆梅 到时候被骗钱 骗钱小事啊 骗你的智慧 这事情大呀 你都是这个学校了 你还那样的智慧 唉 好所以这是 开始哈 社会规范缺乏 没人高教你怎么开始 现在我都教同学 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人 第一个你就说 我可不可以请你喝下午茶 下午茶压 第一个金钱压力小 如果在台大 你就约吃个松饼好了 很多人在那边吃松饼嘛 对不对 那那个没多少钱 真的到时候赔了夫人 你就不会又折兵 那反正你也吃了一个松饼 好呗 至少没得到家人归 那你至少吃一个松饼 OK 牙齿要刷牙 免得烂 好 这是社会规范缺乏 不知道怎么开始 不知道怎么结束 不知道怎么邀请人家 好 那这个没有人教你 好 你网路上看看 有没有什么相关的网站 那有些相关网站 给你的又是太过度的建议 那大家都怎么做 这是很大的困扰 电车男人也是这样困 那大家都怎么做呢 大家怎么做 关你什么事呢 大家怎么做 他就跟大家来往 就不跟你来往了 你就是一个特别的人 所以你可能可以有你的做法 喝下午茶 逛逛书店 走走路聊聊天 这都是办法呀 如果你有宗教信仰 或者没宗教信仰逛逛庙 到哪里 大安圣灵公园走一走 我觉得这都是办法呀 或者去参加慈善活动 如果你认为你这样交往的人 善心很重要 那你就说 我要去参加一个义工活动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这也是个办法 到沙滩捡垃圾 到干嘛干嘛 这都是个办法呀 他如果是 你就觉得 这个人可能是很值得交朋友的人 他如果不喜欢做义工 你喜欢做义工 那你就很早就知道 你跟他秩序是不相投的 把你生命中 我上次说过 钻石切面最大的那个部分 你自己要先了解 在这个阶段 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切面 是什么东西 那这个东西呢 找到一个能够灰映的人 那这个你的人生就有一个很好的开始 不管这个人将来是你的朋友 还是变成你的伴侣 怕的是 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自己是谁 你就更不知道 你会碰到什么样的人 那你的这个 不管有没有爱情 那都是一场混乱 所以呢 那青少年时期 就有依附理论的问题 还有手足无措的问题 还有很多手足无措是因为紧张 那那个问题小 手足无措是因为没教没学 这个问题比较大 我们不知道怎么开始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结束 还有爱情的想望的问题 你如果没有好好正视过自己对爱情的想望 这也会是个问题 你没有学过 你就认为自己的就是全世界 全世界就是自己的 你不知道这里面有多样性 全世界跟你的有时候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我讲千言万语 举那么多例子就是要告诉你这一点 你可以走出你自己爱情的样子 千万不要因为别人怎么样 你就一定要跟着别人怎么样 你是你 别人是别人 那你将有机会跟那个人再共造一个 你们有的共同的样子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好参考标准啦 那大部分人会参考大众媒体 商业化的结果 他会特别要求要怎么样 哎呀你见面不能够不把头发做的什么样啦 男孩子要抓成什么样啦 你呢不能不带朵花啦 你不能不看电影啦 你不能不吃饭啦 A餐啦 什么之类的 87楼啊 什么之类的 有一个我认识的一队人 好不容易定到相识十年 为了庆祝相识十年 好不容易定到101的一个八十几楼的那个餐厅 结果呢他也忙对方也忙 两个人就匆匆的去了就匆匆的离开了 最后两个人就分手了 任何纪念日如果你要纪念大家都没投入心血 那大概就是一个指标你们该分手了 或是一个征兆 不然果然分手 纪念十年刚好分手 所以这个也是参考标准 为什么一定要到那么大的餐厅去呢 很难定很难定 那你们俩很重视那一天吗 也没有 因为还忙别的事 你重视那一天 你可能从前一天开始就要摘戒沐浴啊 就请假啊养足精神啊 就是为了那一天啊 没有啊 你去的时候满头大汗 累死了 在那边写paper 在那边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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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然后那个特别的日子就在你的抱怨中过去一半 所以这是如果 这是当然这以后也不是开始了 那成人时期呢 大概会吸引对方的因素 据研究跟经验 大概就是这几个 第一个 虽然老师反对外貌协会 但是外貌绝对是你第一个会感受到的东西 有人说老师我至少要看得顺眼 我说你眼睛闭起来比较重要 你以前闭起来你就可以用心去看 你就不用眼去看 眼睛会蒙蔽你 心不会 讲得像庄子一样 老师最近在念庄子啊 所以现在讲话要受到影响 所以身体的吸引啊 所有的研究都知道 我们会有一张讲身体 脚面孔脚好的人 在很多地方第一印象 跟第一时间都是比较有利 这是不需要研究就知道的事情 研究也证实 但是人常常除了第一印象之外 有其他后面的东西 这个你的外貌常常没有好处 因为大家就会看到你 你只有外貌 你只有一个漂亮的脸蛋嘛 你脑中空空的嘛 大家觉得什么金髮笨美女嘛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刻板印象啊 那男生帅 男生帅就是头脑发达 事实简单嘛 所以这不管是一个愤恨的情节 还是一个真实状况 至少人家会形成这种刻板印象 所以你拍摩托照可以 叫你演戏 台子讲结巴巴 然后讲话讲不清楚 那你就是帅而已嘛 你就是一个纸片人嘛 我们其他长得不怎么样的 都是有辨识度 有辨识度至少也是一个特色 另外一个是arousal arousal这支我上次说过了 会引起你的兴趣 诱发你的身体的变化 心理的变化或行为的变化 爱情常常会让人想变成更好的人 这是爱情伟大的动力的地方 牺牲自己为了成全更大的目标 最近你可能在年底之前 会看到一部电影叫大亨小传 这是一部小说改编的 你在网络上可以看到旧的 1970年代拍的大亨小传 然后接下来要拍的 好像是里奥纳多迪卡皮歐跟那个 Kelly Mulligan Kelly Mulligan主演的大亨小传 我看到那个先前的预告 那也有小说 各位有机会看一下 那就是为了自己爱的人 那个人到底值不值得爱 你为了爱的人牺牲了很大很大 就大亨小传故事的重点这样 好那诱发arousal 会诱发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 这个在父母亲的爱特别容易看出来 父母亲对子女的爱 另外呢就是临近性 临近性呢不是说你跟他进水楼台 就所谓的成语的先得月 照这个标准 大学里的班队应该多到不行 四年一起上课 那你还不能够在一起 那谁跟谁能够在一起呢 这不是进水楼台吗 常常不是这样 那照到底你假如不是进水楼台 如果还成功的话 你应该跟你家对面那个人结婚啊 你看 如果老邻居呢更应该结婚 因为每天看到啊 不是进水楼台吗 为什么结婚人也非常的少呢 你就知道不是这样 这个应该比较正确的解释 是说你一旦喜欢上对方 你希望经常在他身边 跟他在一起 长相左右 休克也在一起 这个吃饭也在一起 这样 希望时时刻刻都在一起 那这是临近性 另外一个就是互惠 reciprocity 你希望跟他 不过有的时候不完全是这样 有的时候你希望对他做多一点 因为做多一点的情况 你是期待他给你回馈的也这么多 但是往往呢 这个交换呢 是不等价的 或者很难等价 我有跟各位说过 有些男生呢 帮女生上课 帮女生抄笔记 在我那时代 那女生回馈他什么呢 跟他看电影 你觉得这等价吗 我帮你抄笔记 这要怎么算呢 几个点数 然后这个呢 你跟我看电影 要算几个点数吗 这怎么算呢 有人认为可以算出来 尤其念经济学的人 好像什么东西都可以化成数字 我们念社会学的人觉得 就算化成数字 我也不觉得那是等价 那是你认为的等价 这是互惠 接下来相似性 这里面呢 就是二分之一理论 所以二分之一理论就是说 这只说了一半 因为有人就说 差别越大人越容易在一起 那有人说 相似度越高人越容易在一起 反正这跟纸鞋子一样 不纸铜板一样 五十五十几率嘛 怎么讲都不会错嘛 那实际上呢 有人发现 更精细一点的说法 是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相似很重要 两个相似 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个钻石的大的切面 是相互辉映的 这相似度很重要 交往以后呢 因为时间很长 那种互补性 就取而代之 变得很重要 家里保险丝坏了 要有人会换保险丝 家里什么东西少了 要有人会去买 家里没有人洗碗 要有人会洗碗 这就变成一个人做饭 一个人洗碗 这种互补相互合作的这种情况 那这个呢也是造成这个相互吸引 或者开始的原因 所以呢你参加社团活动 有的时候你就会看到 有些人是默默地在那里 帮大家服务 有的人会讲一堆话 然后什么都不做 有人会抬水 有人会收拾场地 有人会布置场地 有人会布置场地 就默默地做 那在社团里面 在大学里面 社团大概是发生爱情 很容易的地方 因为大家秩序相投 当然也有很不好的故事 然后接下来呢是有阻碍 爱情中也有阻碍 那这个不好的故事 我就要稍微讲一下 跟这个相似阻碍有点关系 各位在大学参加社团 都是因为兴趣 或者因为某些特别的原因 那参加社团以后呢 大家情感会比较浓密 尤其有些人经常参加社团的 对社团向心力很强的人 那很强呢 就会出现了某些问题 常常有 就我不是指特定的社团 但是跟我讲故事 我现在想到的是 有一个人跟我讲的故事 他在社团里面呢 本来也别无所求 就希望参加社团认识朋友 结果呢他就觉得社长真的是很帅 不仅是人长得帅 个性什么都非常好 领导能力很强 非常欣赏这个社长 那他呢就是在社团里面呢 担任一个干部 他的事情做得非常好 那社长呢有时候办活动 就会夸奖他 特别来关怀他 关注他 可是社长呢有名正言顺的社长夫人 各位知道吗 就是大家都知道他是他女朋友 这种你知道吗 那是不是真的女朋友 不知道 那有时候冬天啦 社团就会一起吃火锅 对不对 那吃火锅的时候呢 人家就是那种曬恩爱啊 或别人也会起哄啊 来我们举杯敬酒 社长社长夫人白头偕老 勇欲爱河这样 有那种没喝酒都醉的那种人 对啊 就有那种爱起哄的人啊 到处都有 然后呢 这看着他心里就觉得不太那个 结果呢社长呢 就在酒看耳热之际趁着没有人 大家上来就跟他说 其实我爱的是你 你要怎么看这句话呢 他喝醉酒了吗 或者有时候日本年纪 就会出现的啊 一看对方没反应 然后自己的下台阶说 决断的是 我是开玩笑的不要介意这样啊 我那天也教了那男生这招 我说万一他不答应 你就跟他说我给你开玩笑 我怎么会爱上你呢 别闹了这样啊 我只是看看你的反应而已 哈哈你上当了这样啊 然后我说你转身就会哭这样啊 他老师可以用吗 我说随便说说 戏里面有眼 好啦 再回答那故事 那你要把那话当真当假啊 你也可以跟他来说 哎呀我也喜欢你啊 对社长 那对方就不知道你是真是假啊 懂吗 大家玩叠对叠就来这套啊 不要他讲了你当真 然后你怎么办 他就很困扰啊 他就当真啦 他当真就很困扰啊 第二天大家社团再见面 那他想昨天发生的事情 到底是有发生没发生 是不是久后他自己忘掉 他就装作没有 然后社长又过来跟他说 昨天我跟你说的事情 我是真心的 那他想到第一个问题是 那社长夫人怎么办 对不对 这么好的问题 假如如果没有别人 那就你考虑要不要公开的问题嘛 要公开也没问题 不公开也没问题 可是像有个社长夫人呢 社长就跟他说 这就是我的困扰 我其实爱的是你 可是大家都觉得 我不能就这样抛弃他 这样对 这样我就不是人 那你这样就是人了 你不是这也不是人 那也不是人吗 你怎么 他说我希望你能委屈一下 我们 你就当我的 我真的爱你 我们继续交往 我们就不要在社团里公开 那小三那是你说的 他怎么会自己承认小三 然后告诉自己亲爱的说 你可不可以当我的小三 这伤害太大了 你当然说我爱的是你 我最爱的是你 我最爱的是你 小三是别人说的 他现在大三了 怎么是小三呢 他怎么说 这女孩就这样被骗了 他 不过他认为 当时他认为 他的判断是没错的 他的判断就是 社长真的喜欢他 只是因为这个社长夫人 什么也没做错 你这样离开太难看 他认为时机成熟 他会被扶正 时机永远没有成熟的那天 连那个橘子都成熟了 时机没有成熟 所以他就这样混到大学毕业啊 都参加那个社团 看着每年喝 那个吃火锅的时候 两个人赛恩爱 还有说古照 吻一下 你们是不是大学后要结婚啊 什么这些 那你想听着他的耳里 这什么话呢这是 心中如刀割啊 听一段割一段啊 那社长当然每次都看他情绪不对 所以都说哎呀我爱的其实是你这样 阻扰有人会告诉你 哎呀我因为我爱的是你 但是因为什么原因 我不能够怎么样 同学不要相信这种事情 他真的爱你 那个障碍他就要先去排除 27岁是比较难排除的 我爱你 所以我会穿越时空再去找你 你几月几号的起点 你看一下日记你在哪里 我穿越回去 其他的 其实年龄真的不是问题了 我个人认为年龄不是问题了 所以这个相似 对不对参加同一个社团 阻扰你自己的情意 你明明知道我们的文化里面 这个叫做劈腿的行为 你自己还做 还希望对方不要声张 你不是占了得了便宜吗 又卖乖 直到讲这个故事 这个女孩子还跟我说 这已经多年后 多年多年后 这女孩还说 我当时真心相信她爱的是我 她老师她真的爱我吗 我说怎么知道 但是至少她这样子让你觉得不舒服嘛 对不对 她真的爱你 我说照标准 她真的爱你 她应该先跟社长夫人说 对不起 我爱的是谁谁谁 我现在没办法跟你在一起 她那样社长夫人会难过 我说对 所以她选择不让社长夫人难过 让你难过 那这种人爱你吗 我说你爱她是毫无问题的 因为你会为她牺牲 可是她爱你吗 多年后 她听到这句话就哭了 多年后 她一直认为 她这样的爱会得到回报 我说你现在跟我讲故事 你都不知道 其实你知道吗 她就是糊弄你啊 她就是那种没有胆量去面对 她这样叫爱你吗 她可以做很多事情 她爱你吗 I don't think so I don't think so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见自己呢 好吧 今天上到这里 不要做见自己 OK 我现在都给你这么说 她要认识